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说艺术拍卖会 竞价的激情角逐 当我们谈到艺术拍卖会 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房间 里面坐满了穿着讲究的收藏家 经纪人和投资者 他们手中握着拍卖号牌 眼神锐利 随时准备举牌竞价 这种场景就像是一场高雅的战争 充满了激情和策略 拍卖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那时候拍卖的物品可能是战利品或奴隶 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艺术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拍卖会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展示和交易艺术品的主要方式 现代艺术拍卖会的鼻祖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 当时苏富比和加世德这两大拍卖行相继成立 并逐渐成为全球艺术市场的领导者 拍卖会上的竞价过程就像是一场心理战 竞拍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 并且要在不暴露自己底线的情况下巧妙地提高价格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 一位富有的收藏家在拍卖会上为了一幅心意已久的画作 决定采取一个小小的策略 他故意在竞价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冷静 甚至在价格接近他的预算上限时 还假装打了个哈欠 这一举动让其他竞拍者误以为他已经失去兴趣 结果他成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赢得了这幅画 当然 拍卖会上也不乏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比如 有一次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 一位新手竞拍者因为紧张过度 勿将手中的号牌掉在地上 结果拍卖失误以为他在举牌竞价 最终 他以远超预算的价格买下了一件 他根本不想要的艺术品 这也提醒我们 参加拍卖会时 保持冷静和专注是多么重要 拍卖会的魅力 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平台 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人性光辉的舞台 每一场拍卖会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缩影 展示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对财富的渴望 以及对成功的渴求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 投资者还是仅仅是来凑热闹的观众 拍卖会都能带给你无限的惊喜和乐趣 所以 下次当你有机会参加艺术拍卖会时 不妨带着一颗好奇心和一点幽默感 享受这场充满激情和智慧的角逐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博览会创意的万花筒 当我们谈到艺术博览会时 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 雕塑和装置艺术 彭复走进了一个创意的万花筒 这些博览会不仅是艺术家的舞台 更是收藏家 策展人和艺术爱好者的天堂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充满奇妙和惊喜的世界吧 首先 艺术博览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巴黎沙龙 Solanda Paris 这是一个由法国皇家美术学院主办的年度展览 当时 这个展览是艺术家们展示作品的主要平台 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命脉 想象一下 年轻的莫奈和雷诺瓦在沙龙中展示他们的印象派作品 却被传统学院派的评审们批评得体无完肤 这些叛逆者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展览 这也成为了现代艺术博览会的雏形 现代的艺术博览会 如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Art Basel 和纽约的军械库展 The Armory Show 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市场的重要节点 这些博览会 不仅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作品 还吸引了大量的买家和投资者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作品 竟然能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这不禁让人感叹 艺术的价值真是无法估量啊 说到有趣的故事 让我分享一个 关于艺术博览会的经典案例 2019年 意大利艺术家毛里奇奥 卡特兰 Maurizio Catalan 在Miami Basel 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了 一件名为喜剧演员 Comedian的作品 这件作品 其实只是一根用胶带 粘在墙上的香蕉 没错 你莫听错 就是一根香蕉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这件作品 竟然以12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这根香蕉 成为了当年的网络热议话题 甚至有人戏称 它为最贵的水果 然而 这个故事的高潮还在后面 就在展览期间 一位名叫大卫 Datuna David Datuna 的表演艺术家 走到这根香蕉前 毫不犹豫地 把它从墙上撕下来 然后当众吃掉了 他称这个行为 饥饿的艺术家 Hungry Artist 这一举动 引发了现场观众的惊呼和笑声 也让人们再次思考 艺术的本质和价值 艺术博览会 不仅是展示和交易的平台 更是一个充满创意和挑战的舞台 每一届博览会 都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收藏家和爱好者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最前卫的艺术作品 听到最有趣的故事 甚至亲身体验到 艺术的无限可能 所以 下次当你有机会参加艺术博览会时 不妨带着一颗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 去探索这个创意的万花筒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发现下一个香蕉般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家工作室 灵感的秘密花园 当我们谈到艺术家工作室时 这个空间 就像是艺术家的秘密花园 充满了灵感的种子 和创意的花朵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神秘的空间 揭开其中的奥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 达芬奇的工作室 据说 达芬奇的工作室 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科学实验室 里面堆满了各种奇怪的装置和工具 达芬奇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还是一位发明家和科学家 他的工作室里 有各种解剖图 飞行器模型 甚至还有一个自制的机械狮子 这只狮子可以走动 并且在特定时刻会打开胸口 露出一束百合花 这样的工作室简直就是灵感的温床 难怪达芬奇能创作出如此多的杰作 再来看看现代艺术家 毕加索的工作室 毕加索的工作室 就像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迷宫 墙上挂满了未完成的画作 地上堆满了各种颜料和画笔 据说 毕加索有时会在工作室里 待上好几天 完全沉浸在创作的世界中 他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 毕加索的工作室 就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洞穴 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 不过 这个洞穴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创意的火花 让人不禁感叹艺术的魔力 当然 艺术家的工作室 不仅仅是创作的场所 还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 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工作室 就设在他那美丽的花园里 莫奈的花园里 有一个著名的睡帘池 这个池塘成为了他无数画作的灵感来源 每天早晨 莫奈会在花园里散步 观察光影的变化 然后回到工作室里开始创作 可以说 莫奈的工作室和他的花园 已经融为一体 成为了他灵感的源泉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 日本服饰会大师 葛氏北斋的工作室 北斋的工作室非常简朴 只有一张矮桌和几个简单的工具 然而 这个简单的空间 却孕育出了无数经典的服饰会作品 据说 北斋在创作时非常专注 甚至会忘记吃饭和睡觉 他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 北斋的工作室 就像是一个时间停止的地方 因为一旦进去 时间就会变得不再重要 总的来说 艺术家工作室 是他们灵感的秘密花园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创意的火花 无论是达芬奇的科学实验室 毕加索的色彩迷宫 莫奈的花园工作室 还是北斋的简朴空间 这些工作室 都见证了艺术家们 无数的灵感瞬间和创作奇迹 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 能让大家对艺术家的工作室 有更多的了解 也能激发你们自己的创意灵感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就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了 艺术拍卖会的激情角逐 艺术博览会的创意万花筒 以及艺术家工作室的灵感秘密花园 总结来说 艺术拍卖会让我们感受到 那种高雅又激烈的竞技氛围 让人不禁心跳加速 艺术博览会则是一个创意的盛宴 让我们大开眼界 欣赏到世界各地的奇思妙想 而艺术家工作室 则是一个充满灵感的圣地 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创作的秘密 深入分析这些内容 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拍卖会 博览会 还是工作室 每一个环节都展示了 艺术的多样性和无限可能 拍卖会上的心理战和策略 博览会上的天马行空 工作室里的专注和热情 这些都让我们更加理解 艺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个人观点来说 我认为艺术不仅仅是某种形式的创作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美好 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另一面 我们在这些艺术活动中 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作品 还能感受到创作者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这才是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 各位观众朋友们 下次当你们有机会 参加艺术拍卖会 博览会或者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时 不妨带着一颗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 去享受这些充满惊喜和灵感的时刻 毕竟 艺术的世界是那么广阔和多彩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探索和体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和交流 期待下次再与大家相见 祝大家生活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灵感 再见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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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